謝謝我們最美麗的主持人 今天有我們文化處 我們陳秉均 陳處長 還有我們徐政委員 徐中央委員 以及在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開心 我們雲林縣再一次來到臺北開記者會 這一次我們針對北港小鎮要來做一些宣傳 最重要是我們這一次 跟我們觀光局 村友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特別將我們雲林縣 尤其在北港鎮最具有歷史意義的 這個大副戲院讓他搬上這個舞台 讓他登上這個劇場 最重要是大副戲院 就陳如剛剛我們主持人所介紹的 他是在日劇時代最有風防 而且是當時的一個非常知名的劇場 那當然我們經過所有的 無論是文化部 我們雲林縣政府 大家集合了很多經費以夠 為了要保存這個歷史 所以我們強化他建築物的安全 但是我們保留他原知原味 這樣的一個大副戲院 我想這一次非常難得 就是我們把大副戲院的風化 能夠再現 那特別我們在這一次我們特別邀請 我們非常知名的一些民歌星 民歌演唱的民歌星 在6月29號跟6月30號 連續要舉辦四場這樣的一個民歌演唱會 那透過戲院本身的風化再現 讓大家能夠體驗這麼一個懷舊 而且復古的一個戲院 那我在這裡特別呼朋演伴 希望全國各地 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 回味一下日據時代的這樣的一個戲院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景象 那我們在這裡非常歡迎大家 來到雲林縣的北港鎮 那當然我想大家對於北港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為它是花根的花源地 甚至也是一個宗教文化的聖地 所以大家都知道 北港教天公的這個祖母 可以說非常靈感 所以我也歡迎大家 讓我們來到這個大夫戲院 這片的我們的開樓架 開樓架 在那裡就可以讓你感受到 這個宗教文化 要怎麼用這個開樓架的這個樂章 來歡迎你 那當然我們你想想看 以前的這個復古戲院 大概都是用繪畫的 今天要演出什麼樣的劇場 男女主角一個帥一個美 都是用畫的 不是現在 用現在大概整個輸出 就圖都非常多 非常美 但是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黃培春老師 在現場把這樣的一個懷舊復古的畫風 在現場也展露無遺了 所以我非常歡迎大家來一趟大夫戲院 我相信你可以回味以往 甚至有人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那這個時候的那個年代 大概有很多那些小戲院 大概就我們可以去了解體會一下 那也可以聽聽民歌的演唱 甚至來到圓民縣 我們最好吃的是什麼 所有的美食都可以讓你品嘗一下 像米山谷 生氣咪 火雞咪 我們大餅 麻油 土豆 我想這些都非常非常棒 所以不僅可以復古 懷舊 聽音樂 甚至還可以享受美食 我在這裡非常歡迎大家 能夠來到圓民縣北港鎮走一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縣長